光复乡是台湾原住民族阿美族的大本营 乡公所从7月30号开始一连三天 结合了马泰安和泰巴朗两大部落 办理了一连串的部落歌舞、祖福等文化传承的活动 来庆祝8月1号原住民证明日的到来 而在1号的晚间 两大部落族人士齐聚进行了传统竞技活动 也展现了各自传统歌谣的演习成果 现在透过镜头让我们一块来欣赏 7月30日来自光复以及凤林 共12个马泰安系超过500多人首度巨龙马不弄 来迎接台湾原住民证明日 而泰巴朗部落则在7月31号 接着办理第一届的板炸生活节 即传统八角风筝文化的体验 8月1号傍晚 两大部落族人集结在光复市区进行传统竞技 彼此交流情谊 此外为了彰显原住民传统文化 让年轻人认同自己的部落传统以及祖福 现场也由青年传上了自己的祖福走秀 展现我是原住民 我骄傲的精神 光复乡为阿美族大本宁 乡公所也高度重视社会多元族群文化的发展 特别扁理预算 扩大办理今年度的原住民族正明日 传承并发扬原住民的传统文化 全台阿美族最大聚落就在光复乡的马太安 与泰巴王两大部落 在公部门的支持以及部落族人用心规划下 呈现最原始最传统的部落文化样态 从传统生活 记忆歌谣的研习到传统竞技 祖福展示等等 一连串的文化活动 三天三夜 做好做满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